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北部最低温可能只有11 12度 周日后气温呈现断崖是下跌 东部中南部下周一到下周三 低温只有14到15度左右 北部则落在11到12度 还可能变得又湿又冷 那可以看到礼拜六的下半天 到礼拜天这一段时间 各地都陆续有些降雨的状况 明显的影响还是会是在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礼拜一之后 天气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那下雨的形态会比较偏向在 影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一直到过年前都会受到冷气团影响 会不会冷到春节气象局表示不排除 目前预估气温变化大 北部东半部可能出现降雨 想走春的民众可以考虑往中南部走 华新闻张庆雲李世健台北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